听见好时光 学习无所不在 通过学习 丰富我们的人生 欢迎收听 吴慧琪为您主持的 听见好时光 为您打开学习之窗 听见好时光 亲爱听众朋友早安 欢迎您来到听见好时光 我是节目主持人吴慧琪 非常欢迎所有听众朋友 在这个周末上午一起共度 当然今天可能很多的 听众朋友您还在工作当中 因为今天算是我们 弹性工作的时间 接下来因为下个礼拜开始 就进入我们春节 我们的农历过年又开始了 所以为了把这个农历过年的假 让大家放得顺畅一点 所以今天许多人呢 可能还要继续上班工作 不过为了下个礼拜 美好的假期 大家就认真努力一点 当然小琪的节目 今天正好可以陪着听众朋友 您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 一起来努力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要访问的是一位 资深的美术教育工作者 同时也是一位画家 他是陈文龙老师 曾经得过师夺奖的 一位优良教师 在1985年 那么这些年来呢 他退而不休 继续在美术创作上面 一直不断的耕耘 对于高雄 他自己认为是他的第二故乡 不断的在关注 那么对于高雄的 这个创作的主题非常非常多 那么做过许多的这个展出 那么今天邀请陈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因为陈老师 他曾经是一位 很有绘画天分的学生 考上了台南诗专 那么成为一位专任的美术老师 也投入创作 成为一位知名的这个画家 那么也曾任高雄水彩画会的会长 担任过高雄美术馆 高雄奖的评审 还有我们高雄市文化中心的评审 还有台南美展 台湾国际艺术总监评审 台南美术馆典藏委员 国父纪念馆的审议委员等等等等 很多国内外许多重要的美展的这个评审 都有他的足迹 那么在这个美术界呢 也得到很多人尊重的一位前辈 这位前辈呢 最近应该说去年 他现在成为画廊的艺术总监 在去年呢 跟我们高雄的另外一位女画家 吴真慧老师 一起共同的经营艺朗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邀请了陈文龙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他对于这个艺术的推动 他是抱持怎么样的一个想法跟看法 他为什么要再度的投入 经营艺朗这样一个领域呢 其实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不简单的事情 而且去年我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陈老师他的艺朗开幕 那么其实真的很辛苦 可是如今也算是撑过来了 那么将近一年的时间 半年多下来 其实虽然疫情时好时坏 可是每一天都有展出 都有很棒的这个展览 那么这艺朗呢 这位在于我们高雄市的 大力百货公司的六楼 叫做香榭一郎 取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 这也非常符合我们陈老师 很浪漫的性格 所以我们今天 邀请陈文龙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听见好时光 我是节目主持人吴慧琪 今天小琪再度的邀请高雄在地的艺术家 从事艺术教育 从事美术教育 陈文龙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那么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其实在大概在将近两年前 曾经邀请陈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对于艺术的一些观点 还有自己在从事创作的一些理念跟想法 那么这两年来的 老师你的转变了另外一个身份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访谈老师这个身份 您现在是一个艺朗的总监 对不对 对 就是在我们高雄的大力百货 那您成立了一个艺朗叫做香穴艺朗 对对对 话说从头 我们先请老师来谈一下 为什么要成立这个艺朗 因为艺术本来就很难 很难混饭吃了 你还要来成立艺朗 那不是要肩负着 担负着更多艺术家的 这个推广的这个责任 对啊 这很辛苦 我老师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做这件辛苦的事情 我们就不要讲的太严肃 说死命感之类的啦 比如说你在学校当美术老师 对不对 那那是叫学生嘛 对 那你退休以后 除了你自己创作之外 有时候还是会想 如何把美术这个东西啊 能够推展到比较社会化 比较普罗大众 比较大众的一个美术教育 所以老师还是希望能够透过美术 透过艺术来影响社会 对 因为他们应该不分那种阶级或者是阶段啦 没有那我们退休以后 除了自己创作之外呢 如果你行有余力啦 刚好一个机缘 在大力百货的美术 刚好一位吴小姐 她来办这个艺朗 香榭艺朗 那她就聘我当艺术总监 那刚好我有这方面的兴趣跟那个专业 专场啦 所以我就答应了 所以一头就栽进去 所以其实背后 您背后还有一个支持的力量 就是这个艺朗的这个馆长 馆长 我们 吴真慧小姐 她本身她是 其实她听说她也是个艺术家 她是加拿大回来的一个也是知名的画家 她本身也是家里也是骨科的诊所的 是 是一位医师娘 医师娘 所以也是背后有这个 对 所以在经济方面 可能比较没有问题 是 比较没有压力啦 所以我答应了也是 可能也是有这个原因 就是没有压力吧 我们就好好来做看看 所以愿意 所以这位医师娘 吴真慧小姐 她也愿意 对 做这个投资 她本身也是画家 因为她本身是画家 是艺术家 对 所以她 也是同样也是很有使命感 所以她愿意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当初的发想 我们就是 希望艺术家 现在 整个大环境不是很好 那艺术家的平台 也被压缩啦 所以我们当初的发想 是希望 能够在这种百货公司 这种大众的地方 提供一个平台 是不是来给一些 比较有兴趣的画家 有被看见的机会 那所以一开始也是 真的也是希望 为这个艺术 这个艺术家 更多艺术家 更多艺术家来提供一个平台 就对了 对 所以当初 真的就纯粹就是这一点 其实我想应该也是这样吧 因为你开画廊 没有人是为了要赚钱吧 因为当初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 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以前就有一个梦想 我如果长大以后 我看我的作品 有没有机会在百货公司里头 能够展示给大家看 是 所以一直放在心头 所以老师小时候就有这个梦想 对对 因为以前我们到百货公司看到 百货公司哪怕楼梯间 那时候有掉那个作品 还有一盏灯在照着它 透色跟照着在上面 照着在作品 那很尊荣的感觉 然后我们想说 如果在这种 比较高级的地方 所谓百货公司这个地方 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 如果我有作品被看见 那算是也是一种梦想 所以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就是答应来做这件事情 是 所以加上刚好又有这一位画家 吴振慧小姐 他愿意来投资 因为譬如说 我们从五月份 六月份疫情就严重了 对 去年其实 对 说到这一个 其实听众朋友 您可能不晓得 我们现在在 这个 陈文荣老师 现在很轻松的 来到我们节目 再度来到我们录音室 来谈他的相谢意 其实去年 刚成立的时候 坦白讲去年 小姐一度就曾经想要邀请陈老师来 后来没有 我们也只是请陈老师 用简短的录音 而且当时我们只是用那个 用那个 这个手机的那个 通讯软体 请老师录一段 给我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 帮老师做一下 简单的介绍 因为去年老师成立的时候 我们去年五月成立 正好是我们疫情最严重 最悲惨三级的时候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很艰难的状态之下 我们相谢一郎就撑过来了 我害怕的时候 你偏偏还怎么样 对 关心 真的很多关系 还有观望的 都有 那都没有关系 我还是觉得 结果还是撑过来 对 还是撑过来 所以其实这真的是 整个一路这样子撑过来了 然后到现在 其实我们知道将近一年 将近一年下来 每一档我们都照我的计划 是 就是把它办好 是 而且我们一年的计划 我们在五月份 我就写好了 在一开始要成立的时候 对 而且包括要被邀请的人 我都要好了 所以这些人也是不嫌弃 也是支持 这些艺术家 这些创作者 大家都愿意 所以他愿意 所以我们很感动 很感动 这跟赚钱无关了 这是一个价值的问题 是 所以相谢一郎成立到现在 我们几乎我们的这个展览 是不断的 对 从来没有间断 而且我们不会 不会用盈利的角度 去衡量一个展览 是 那这个也要我们 这个背后的老板愿意 我们吴贞卉小姐 她也觉得OK就对了 对 还有我们的参加展览的画家 也都很支持 是 所以这不是单方面的 不是说老师觉得 我勇敢的去做就好 但是至少背后资源支撑的力量 而且我们在办的过程 也有好多档 让我们感觉 让我们感到非常有成就感的 所以那个成就感 那就会让你有那这个力量 支撑下去 不断的继续再运作下去 一直到现在 对 是 好 所以我相信 这个力量一定是非常强大 而且非常 让大家应该觉得非常感动的 简单讲 就是一开始我们就不是用一般画廊的角度在经营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台湾的整个艺术环境 包括市场方面不是很理想 那我们是从教育的那种角度出发 来做这件事 所以这一方面如果你的价值也很坚定 那其他就是小事 其实大家应该说 你的香榭艺朗是凝聚了一股 大家共同的认同 对艺术的推动 艺术教育的推广 而且我们慢慢接到好多掌声 所以那种感觉也是蛮有成就感的 那不是一般画廊说你赚多少钱 卖多少画 那个业绩怎么样 那个对我们来讲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是核心价值 我们一开始就定了很重要 譬如说我要展我的作品之外 我要让很多有兴趣或者是非专业或非科班的画画画家 他有一个展示平台 对 那我要让普罗大众或者是一般的民众能够接近艺术 这个是核心价值 但是有些是要靠美术馆靠温暖中心来做 但是我觉得百货公司来做也是一条路 但是谁大家不愿意做 那我们来做看看吧 我们来做看看 是 所以其实这一个香榭一郎的成立是非常有理想性的 对 所以这是知道 我们先休息一下下 我们要继续 请我们高雄的在地画家 陈文龙老师 跟大家来分享 关于这个香榭一郎的成立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听见好时光 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琪 我们今天再度的邀请画家陈文龙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他的 对于艺术的教育的推广 艺术理念的一些推广 因为去年的五月份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我们陈老师跟这个吴真慧小姐 两位画家 其实两位都是画家 一起共同创立了香榭一郎 成立到现在将近一年 其实对于美术 对于这个艺术 有一点关注的朋友 应该会看见 成立去年五月份成立到现在 虽然疫情影响 但是这个展览是不间断的 一直在展出 那么老师您刚刚提到的是一些理念 您的这些想法 但是这个 而且您是说从五月份开始 您的这个每一档的展出 其实你都已经计划好 都规划好了 那一直到现在 到底有几档展出过 从六月份开始吧 从六月份开始 那现在是元月份吧 对 对 就这样 大概有七八档了嘛 我们 我计划到 我的计划是写到五月份吧 是就是先以一年为期 那我们的展出都是以就是国内的这些艺术家的作品 对目前目前我们将来我我们如果继续经营的话我会去引进一些外国的画家进来 包括我希望将来有一些画会也可以透过我们那个地方来展览都没有关系 那个是属于我们将来的一个展望就计划 是 所以那这一个这一年这样经营应该很辛苦吧 因为坦白讲百货公司 其实大力百货虽然它是我们高雄很有历史的一个百货公司 但是其实它也有它的这个消费课程其实也有一点老化的现象 那这样经营起来有没有很辛苦 是 它公司方面啊 就是不在我谈的范围啦 就是转型啦 或者是那我只是把我该做的这一部分呢 我尽我的力量 是 就是该做到什么到位 我一定做到位 不会因为疫情的关系 不会因为什么原因 比如说我每一档 几乎要让所有的观众或者是我画家朋友觉得 你真的玩真的呢 本来就是玩真的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那么小的地方 一个百货公司 小小的空间 小小的空间 两个这样子 我们有文化部的官员来过 有科工馆馆长来过 有教育局的都学来过 还有上一次那个数科大的 也来这边办活动 所以我们应该是种植不重量啦 是 我们达到我们要的 那能够达到那种教育的功能 或者是展示的功能 然后其他可能是第二考虑的啦 其他就其他 老师你这个艺朗觉得 你跟外面的艺朗有什么 比较特别的地方 有什么不一样 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业绩方面 那个盈利方面 是 我们没有压力 最大 这个是最大 譬如说我们没有请员工 不用拼雇员工 我们不用拼雇 我们两个就是员工 是 我们没有负担 我们只是负责 譬如说我负责策划 那种档期 包括文宣我们都自己弄 文宣自己弄 那我们布置的时候 我们 我自己调光 我自己挂图 我们自己白椅子 所以一些事物性的工作 我们都自己做 都自己来 其实因为老师本身就有这个经验 对 我们本身就在布置会场的吧 因为你们长期就是自己的作品 一直不断的要去 所以那个外人看起来是很辛苦 但是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 其实你们乐在其中 家常变换啦 而且对你们来讲 应该是很开心的在做这件事情 早期我 我也曾经参与过那种 高雄有一个蛮大间的叫 洋品艺术中心啊 是 所以说那个才大 那个五六百坪的展场 大力这种场地啊 是 这个小花廊啊 是 对我来讲啊 这很简单的 这算不是困难啊 是 所以其实在这里 这样子经营下来 跟外面的艺朗 听说还有一个不一样的 听说现在在外面的艺朗的经营 也是很辛苦呢 对 不是辛苦 是要关起来 直接关 对 而且听说疫情的影响更大 对 疫情影响 你不关的话 你继续那个房租啦 水电啊 厂租 水电厂租费用 还有人事费用 你会撑不过 也很重要一个就是 长家不如以往啦 然后 所谓 你开花廊 有时候就是希望有长家来收场嘛 对 那现在 整个 市场 就比较保守嘛 长家 自己也藏起来了 长家也不出手了 对 甚至我讲比较悲观一点 有些长家还拿 以前他收场的东西啊 拿出来要 转售 对 要变现这样 就比较困难 比如说我们在讲更好笑的就是 我们以前 期待有一些有钱人 包括医生啊 医生粮啊 或者是企业家 能来买我们的作品嘛 是 买画家的作品 对 但是大环境改变 他们自己现在都在画画 简单讲 他从长家变成自己也是画家了 整个交易市场就不如一望了 叫艰困 就蛮低迷的这样子 是 所以而且听说现在外面的艺朗 几乎都必须要采预约制 有些艺朗他是要采预约制 没有办法 像我们乡线艺朗反而可以 因为百货公司的关系 所以我们 对 就只要在营业时间 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你讲到重点 就是跟外面艺朗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个部分 就随时可以来亲近我们这个艺术 全年无休 全年无休到晚上九点 九点半 九点 那个全年无休 灯光很明亮 是 环境很优雅 像外面的艺朗 你整天都给他开的灯看看 你开个冷气看看 你怎么撑啊 坦白讲一般的民众 你要走进艺朗的 其实是有心理压力的 会有一点却步的 你要去艺朗看画 或者是包括你去美术馆看画 一定要有一个动机 就是我真的是要去看画的 才会去 那你在百货公司的 他不是 他是逛的心态 那我就是要逛的心态 用这个教育的观念 对 我们就是 教育的态度 摆在那里 对 你不小心看到也好 逛百货的时候 也看到 这个叫做展览 这个就是教育 就在无形中潜移默化 那至于说 真正的大长家 有时候他也不可能 到这个地方来买作品 他会 透过很多管道 老师真的是基于教育 基于推广 对 然后让一般的社会大众 一般的民众 很容易的 随时的 对 都就可以来 而且没有压力 对 因为一般进入一郎 你去一郎的话 有时候 你会有人来介绍 对 你就像 你去一个摊位一样 老板会给你有一点压力吧 对 会觉得 不是随便轻易 让你随便看的 对 对 然后在百货公司这里 就是民众 你逛街 逛着逛着 你不要有压力 你一看一看 没事 你就走开 是 在大理百货的 香榭义郎 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 很容易亲近的一个一郎 开放的空间 很开放 大家好 我是张厚台医师 接种COVID-19疫苗 可以预防感染 降低重症及死亡的风险 然而 部分国家 即使接种率逐步提升 确诊及死亡人数 却不一定逐步下降 提醒大家 千万不可以 因为打归疫苗 就松懈了防疫 无论是否已经接种疫苗 都要戴好口罩 正确洗手 持续配合防疫 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 有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 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我想前往好山好水的偏乡学校 展现创新的教学方法 你好优秀哦 这是很棒的教学体验 我也要 为了在教学路上不孤独 我要参加教学访问教师计划 那我们赶快上脸书搜寻 教学访问教师计划 对 一同在偏乡教育这块画布上增添色彩 好耶 来翻转教学生涯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你听过绿色化学十二原则吗 有哦 教育部从一百年开始 推动高中化学课纲中的替代实验 将绿色化学十二原则 落实在十二年国教当中 最近有举办绿色化学创意竞赛 以及成果发表会 在哪里可以重复观摩呢 高中绿色化学创意竞赛得奖作品 正在绿色化学教育网展出 欢迎大家踊跃参阅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这篇文章写得很棒 引用到毕业论文好吗 依据学位授予法 论文作品成就证明 或是书面报告 技术报告或专业实物报告等 如果有造假 变造 抄袭 由他人代写 或其他舞弊情势 学位英语撤销 所以在饮用时要特别注意 记得老师说 写论文要整合成自己的文字 并且要注明出处 对 自律自重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喜欢听众朋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听价好时光 我是节目主持人 吴慧琦 我们今天邀请香谢艺朗的陈文龙老师 陈文龙老师 陈文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成立这个艺朗的理念 那么陈文龙老师 其实真的是一位很浪漫的艺术家 那么抱持着许多的教育的理念 跟想法 还有属于他艺术家的浪漫的情怀 所以他成立了这个香谢艺朗 所以我们接下来 请听众朋友来听这一首 法文的歌曲 就叫做巴黎 我们希望能够呼应一下 香谢艺朗很浪漫的 法国的风情 请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听的是听见好时光 我是节目主持人吴慧琪 今天小琪邀请画家陈文龙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他也是位在大力百货六楼的 香谢艺朗艺术总监陈文龙老师 那么前面一段呢 老师提到很多您自己的一些想法 将近一年下来您办理的这些展览 每一档其实都是老师精心策划跟规划 但其中有一档我觉得最有 最特别最有意义的 当时其实小琪知道这一档展览的时候 其实我很想 请老师 或者是说请这些展览者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进一步的分享 但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错过了 今天我们就请陈老师再跟大家来 介绍一下关于这一档展览 就是香谢艺朗除了专业的画家 他们的这个很棒的作品 在这里展览之外 我们曾经还有过一档 就是邀请了很多的 这个原住民的小朋友 他们来展出他们的作品 这一次的展览 其实很成功 而且也很有意义 也很感动人的 我们请老师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因为老师您本身就是 从前就是一位这个美术老师 就是我小的美术老师 对啊 那这一次的这个展览 我相信老师应该 那个感受应该更强烈 能不能回到过去 在教小朋友的那个老师的 那个国小美术老师 那个灵魂又上升了 其实不是只有 那个美术老师的 是 后来我们都当了什么评审 对这些 还举办过那种世界儿童化展 是 所以老师跟小朋友一直很有缘分 对他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整个生命的过程 所以这一次虽然退休了 但是来办这个地方的展览 刚好苏德科大 一个代教授来拜托说 他疫情期间找不到场地 是 没有人要借他场地 对 因为那增加很多负担跟风险 本来我们在12月份 我们本来就有既定的展览场 就文创的展览场 然后我就跟馆长 就是商量 不管怎样 我们一定要借他 所以我们展览的那个时间 前半段十天 切割给 这个苏德科大 办的这个 把爱画下来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叫把爱画下来 把爱画下来 那这个很有意义 原住民家庭教育绘画特展 对 家人间爱的行动与回忆 对 光是听到这个主题就觉得很感动了 你知道吗 很有意义 他们画画比赛 他们是我们 那个原住民他们比赛的时候 他们一些小朋友 家庭比那个小朋友画他家庭的生活 然后他们的作品 也请我去评审 那他们后来就把这作品 我们就把它表备起来 表备起来 然后就在这个场地 在12月5号 做一个成果展 成果展 所以其实这个从这个 咱这个活动 一开始老师就参与了 对 您还是评审 对 所以您不单纯只是提供场地 对 这个成果展示场地 我们看他的整个过程 而且他里头 在那个 比如说桃园 那个山地那边 我们高雄县那边 那个山地那边 那个山间那种 偏远的小学 原住民 山上那里的小朋友 他们竟然三个校长 那一天都来 而且把参加比赛了 八十几个参加画画 展览的家庭 家庭 全部保游染才会过来 他们真的是 我相信他们一定觉得 自己非常的感动 他这一辈子 一定会有记忆的 因为他是在 百货公司里头 受颁奖的 然后他长大了 会有回忆的 而且他 很少有机会到都市来 百货公司 那一天晚上还住高雄 搞不好这是第一次 搞不好这是第一次 是是是 所以后来 有媒体也很重视 包括高雄市教育局 也派都学来颁奖 然后我们也很高兴 因为那一场 我们几乎差不多一百个人 在那个小空间 是 有家长跟小朋友 那种互动的感觉 流着滚滚 对 好感动 所以那种感觉是 很温馨 是很温馨的 是是是 很有意义 很有意义 所以我们相信一郎 真的做的 真的是 真的是一个推广 对 真的是一个教育的推广 我们不是去考量说 这个会不会赚钱 我们怎么能够从小朋友的作品 赚什么钱 是 这完全这赚到的 比钱还要 对 这是那个是无价的 对 是 所以后来 我有很多朋友肯定了 就是这一档 是 很多人肯定 是是 很有意义 真的真的 那个价值真的是 对 无法衡量的 而且搞不好这个 对于这些原住民小朋友 他们人生 他们的成长 应该是影响非常的大的 那个成就感 深远 很深远 对很深远 然后这个成就感 真的是 很很大很大 对啊 所以这一档的 所以也凸显了 乡线义郎真的 跟一般的义郎 真的是 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 出发点就不一样了 出发点就不一样了 是 考量的事情也不一样了 所以 说实在啦 将来如果有机会 我们可能会办一些讲座 或者是跟艺术相关的 比较有意义的活动 提供大家来做平台 是 所以其实他可以 把这个艺朗发挥 对 不是太单一的 只是展示作品 因为它是一个活动平台 是 它真的就是一个平台 所以这个 老师对于这个艺朗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继续在发想当中 应该有啦 但是就是 希望大环境可以让你继续下去 那个不重要 因为我们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我都撑过 机缘啦 如果像在那个地方 说实在啦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玩大一点 做大一点 还可以推展到更多的地方 不是只有大力 对不对 其实这等于是可以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模式 那我将来会结合志同大和的人 可能共同来 很多人创立基金会 是 创立什么什么教育的单位 是 其实他也是在推嘛 也是在在共同为某些事情在做嘛 是 那你只要找到志同大和的人 自去相同的人 是 其实事情是可以大起来的 做大起来的 就看你怎么去发展 对 是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听见好时光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 我们今天又访问了陈文龙老师 老师一直不断的在 在把 一直在发响了 所以这里是真的 老师 成为是您一个 算是一个很 发响 然后继续在延伸您的理想的一个地方了 对不对 然后也让更多的艺术家 同时可以在这里成为他们的一个舞台 其实对我来讲 有些朋友也会为我可惜 会觉得说那你是创作者 影响你的创作的时间 对 会影响 你要参与很多的行政工作 我有当评审 也要创作 还有又要来插这件事 对 但是对我来讲 我自己会衡量 就是会调整 会所谓叫规划 所以我们很感谢大家来关心 但是我的理念是这样 我做的事情 一定要把它做好 哪怕只有剩下一天 或者剩下一个月 或者我们的理念 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好 就是把握 随时在你这个位置 你随时去把它做到位 做到位 所以其实这也是 老师今天能够把这一个空间 还有您整个规划 您的理想能够发展的 还有能够呈现的这么的 我们不会因为外界 或者是朋友担心 或者是看法不一样 动摇 不会 因为我一开始就讲到 一般人的思维就是钱 一开始我们就不是钱的问题 因为背后有一位金主 这个画家本身的这个画家 不算金子 那个不算什么钱 一个小画廊 不要多少钱经营 最重要是 大家共同的理念 对 理念 还有你有没有个热心 因为你没有那个心 你再多的钱给你 你也不会做 对 我刚好是 也是当过美术老师 也当过美术教育的推广者 所以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应该是驾轻就熟 也应该 也应该奉献 应该奉献 所以老师就觉得 这是做得到的 然后您也可以让 有更多的理想 可以在这里发挥 所以当初我们开始 很多人会像我们是疯子 我觉得这个也是 艺术家的精神又发挥出来了 我说这个社会就是 缺乏傻瓜 对不对 缺乏疯子 聪明的人已经太多了 对不对 不会 其实老师很客气 其实这个就是真的 就是艺术家 就是有那种执着的态度 跟精神 有时候要有 云云要做 是 好 老师真的很客气 好 那我们时间 节目时间剩下不多了 我们最后呢 我在想 请老师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因为接下来要过年了 那其实老师最近 其实老师的展览 这个我们《香榭一郎》的展览 一直不断 但是我们也都配合节令 配合时间 还有配合像刚刚讲的原住民小朋友这个画展 很多很有意义的展览 我们一直在做 那最近呢 我们要过年了 其实我们最近也有很多很棒的展出 节目最后就请这个老师来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来介绍一下我们最近的展览是什么 然后也许快过年了 大概年假 大家听众朋友有机会也可以来逛我们大理百货的同时 也来到六楼这里来参观一下我们《香榭一郎》的展览 我们在元月份就是这个月嘛 我们有推一个岁末营村小品展 我们邀请到在地的很多名家 还有我们有长社展 所以我们很欢迎我们的市民 你如果有到百货公司来 欢迎你们来观光 就是 亲近这些艺术品 我们这些作品 我们不讲说它是什么顶好顶好 但是至少给在地画家一个鼓励嘛 对不对 所以我也是有一种责任推广 在地艺术家被看见 那我们二月份刚好过年这一档 我们有邀请到台中算大咖的一个黄秋叶小品展 他是抽象作品很不错的 很知名的画家 希望大家在过年这一段时间 农历年的这一段时间 我们这一档也是算强档 希望大家有空来参观 是 所以过年期间 大家也可以除了吃喝玩乐之外 对对对 那么来接近艺术 对对 接受这艺术的陶冶 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 对 其实真的没有压力 一般艺朗 坦白讲一般的艺朗 要请一般的民众走进去 坦白讲还不太容易 除了像美术馆或者是文化中心 对对 本来就是一个公开的品牌 有些地方还要买门票 对 其实一般要不容易进去的 是这样 你百货公司是在地的 算大力算是在地 蛮悠久历史的 对 也需要支持它 你再怎么样 有时候你也来逛一逛 让人家多一点人气 对不对 是 所以其实真的值得 在过年的期间 那接下来年假很长 大家真的可以拨个时间 对 来走一走 看一看 那我们尽量会在那个地方跟大家见面 是 那这也是我们现在要展出的 好那 最后还一点点时间 这个我们请老师来讲一下就是你这个艺朗你未来你觉得可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你刚刚虽然大概提到了我们在最后来做一个ending 我相信这个也是你自己的理想 将来我们因为地方小我们展的作品大概都趋向于小品展比较多 那将来如果我的理想是我们会推一些比较百号或大张的作品 就是我们那个展场不要展太多 我们展几张代表作创作品的 我会去要比较比较独特的或者是比较有名的画家来展他大的作品 就是学术性比较高一点的 艺术性高的作品来提升 这个是我第一个 第二个我希望将来可能会引进一些外国的东西 你刚刚前面有提过 所以这个真的是你很希望能够做到的 对 那这个理想 这是理想 一个理想 然后第三个我们可能会办一些比较艺文方面有意义的文化活动 当作平台 比如说讲座或者是分享的 创作分享那一类的事情 是 所以可能能够跟这个社会跟民众互动的 互动的 不只是静态的展览 对 还有一些动态的在这个地方 动态的活动在这里发生 还有欢迎大家如果有需要帮忙 比如说你有需要在我们平台被看见的 你也可以跟我们联系 也愿意可以 愿意提供来讨论 然后在那边办活动 我是觉得那个场地是不错的 是可以继续再跟这个社会大众做更多连结 对 不然你那个场地是 我常讲百货公司没有画廊是很可惜的 在外国 在日本 你去看那个 他们都有画廊 是 好 因为它是最容易接近到 对 把这个艺术给推广在社会上 最容易推广 最容易推广 Hello everyone that moment is having an art gallery opening during the most Craziest Delicate Time believes art connects people together especially in a department store 非常简单接触到的 所以它才在大力百货公司开了一个画廊 and during this time for the art gallery starting from January 1st to January 30th they have their first exhibition called Spring Exhibition 1月1号到1月30号 他们有一场 他们的那个展览叫做 睡墨迎春小瓶展 and the art gallery is called 香谢一郎 The Champ Art Gallery 这个艺朗叫做香谢一郎 第一次的展是 睡墨迎春小瓶展 在里面会有很多很棒的艺术家 包括陈文龙先生 自己的作品也都会展现出来 besides Mr. David Chan there were going to be a lot of wonderful artists presenting their work in this exhibition but that's not it from February 1st to February 28th they also have another exhibition called The Light Writing by Mr.黄秋月 小品创作展 在2月1号到2月28号 还有另外一个展览叫做 微书写黄秋月小品创作展 当天的2月12号那天 这一位艺术家会在场 他们会有一个开幕的茶会 during February 12th on Saturday the artist itself and everyone else will be there for a formal art opening exhibition the ceremony will be during that day on February 12th and of course if you're interested of any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is art gallery or Mr. Chan please go up to their Facebook page xiang xie yilang la chambre art gallery bikuan 6楼 6th floor building b at Delhi department store you will surely find lots of information that you need and for during the time keep yourself safe and mask on everybody lots of lots of cleaning but you can still enjoy these beautiful artworks 记住呢 在疫情时间 更何况在春节 想要不一样的体会 可以到他们的相关脸书方案去看 在大力百货闭馆六楼 香榭一郎 我们只要戴好我们的口罩 手长长的呢 消毒 我们还可以过着一个非常棒的春节 感谢观看 好 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谢谢 我们香榭一郎的艺术总监 陈文龙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这么多的分享 其实这一年下来 将近一年下还不到 但是我们因为要成立 是在最艰困的疫情期间 去年的五月份 六月正式的开幕 到现在最辛苦的时候 最辛苦的那一段 熬过了 非常感谢大家支持 还有感谢教育广播电台 给我访问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谢谢老师 今天做这么多的分享 也呼吁听众朋友 有机会真的 来到大理百货这里 来亲近艺术 接近艺朗 来走近艺朗 来看看 那么透过艺术 可能可以启迪您一些想法 那么可以 陶冶您的一些身心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想这也是老师 您这么多年下来 不断在推广的 艺术教育 虽然不是只有教育小朋友 就是终身学习的一个概念 是 好 今天非常非常地 谢谢老师 您的精彩的分享 祝福老师 谢谢 相信艺朗的发展 越来越好 感谢 是 感谢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跟听众朋友说再会 拜拜 拜拜 感谢所有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听见好时光 我们下个星期六 上午10点05分 与您空中再相会 我们过年期间不打烊 小琪陪您过新年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